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 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还是讲我们的这个商店的一个基本操作 我们来讲一下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节课啊 因为 购物 购物网站的话订单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 订单管理的话在我们左边第三个位置 这边有订单列表订单查询合并订单订单打印缺货登记 然后添加订单发货当跟退货当 那么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订单列表 订单列表的话鼠标一上去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某个订单的订单详情 还有他的一个下当时间 然后收件收获人总金额应付金额还有一个订单状态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那么我们状态的话是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 订单 订单状态付款状态还有发货状态总共是三个状态啊 那么 这个页表就没什么我们点进去这个查看 这样子的话就是到我们一个订单的乡情页好一个订单的乡情页 好这边会有我们的订单号等等等等一些基本信息啊 那么我们要讲的话就是如何来 处理一个订单好我们先自己下一个订单 我们自己先下个订单好比如说我要购买这个手机 已经下架了对吧 我们现在呢 做一个商品操作 把我们所有的这一个 商品全部的上架 然后 下一步 这些我们也全部上架 这个是上次我们做那个计划任务的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购物了哈 我们把这个订单呢 直接购买一下 好这边有一些币填项我们给填一下就可以了 收获人的一个区 好 这样子的话就到我们一个订单确认页面哈 这边的话配送方式是我们后台安装的 然后这边会有是否需要包装是否需要祝福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订单留言等等好非用总计我们直接下单就好了 好订单下完成之后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下的订单我们来处理这个订单 好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没有登录所以是一个 命名用户好这边会有我的一些电话信息 首先一个叮当进来我们点击查看对不对 确认这一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好确认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假设有问题 好假设收获人信息你要修改一下 好这边直接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个电子 刚才改的是哪里 刚才改的应该是邮编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编辑信息 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信息的话有几个 一种的话就是 配送方式 比如说用户自己选择的这个快递没有到 他所在的那个位置 我们就需要这样子自己来 重新选择 这边有些警告都不用没关系 好 那么我们假设说确定这个商品都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 做什么操作呢 确认操作 确认我们这个订单是 有效 订单 对吧 这个备注可以自己任意写嘛 对不对 我们 首先确认这个订单是OK可以 完成的 比如说付款信息都是没有错的 就是这样子 那么第1步我们就是已经确认了这个 东西 已经确认了这个东西 那第2步是什么东西呢 假设说你这个用户 好 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一个 支付方式 他是转账 已经转账成功了 对不对 转账成功的话 已经叫做收到 货 款 好 我们就点击付款就好了 这个付款状态呢 其实就是 用户已经付款了 的意思 已付款 对吧 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进行这么 以下的操作 设置 未付款 未付款 配货 生成发货单 或者是做一些售后的一些服务 未付款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可能发生 因为你刚才已经确认付款了 对不对 假设说 有些时候 实在是太累搞错了 你就可以设置成未付款 当然一般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 可以发货了 可以发货了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配货 点击配货 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个体户的话 你直接生成发货单就好了 好 直接生成发货单 因为你不需要配货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按照一个 小企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来走 我们点击配货 好 配货完成之后呢 配货完成之后要干嘛呢 生成一个发货单 生成一个发货单 首先 配货 比如说企业 一个企业到这一步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接手 他去配货 配货好之后呢 他会 叫做通 之 快递 来拿 来拿 借嘛 对吧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发货单 好 我们可以叫做 通知 通知我们的这一个快递来 拿我们这个快捐 好 这边有选择供货商 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 供货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呃 这个位置 在这啊 这边可以全线管理有一个供货商列表 我们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发货也可以 好 然后呢 我们直接确定 OK 那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可以发货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去发货 我们ezy shop的这一个操作步骤是会有点防锁 但是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流程 如果说公司比较大的话会比较专业 对于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有几步都是可以直接略过的 直接到去发货就可以了 好 去发货怎么发货呢 其实发货也不用在这边来了 我们直接点击发货当就可以了 刚才 这是我们刚才 去发货的这个订单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假设说已经寄出去了啊 订单已经寄出去了 我们把订单号填在这一边 方便客户呢去查找他的订单 有没有到哪里 好 然后呢 已经发货 我们直接点发货 OK 那么我们这个当的话就已经发货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订单状态 已发货对吧 刚才的那个7发货 已经没有了 好我们直接在发货当那一步已经确定搞定了 那么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客户呢 确定已经收货了哈 我们就说 客户已经收货 好我们直接已收货就可以了 那么订单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就已经完成了哈 就是我们看一下订单状态已确认 这边来一个以分当是什么意思 以分当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发货当啊 这个发货当 这边已付款已发货已经发货已确认啊 我们到订单这边来还是到订单这边来 到这一步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已经完成了 以分当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已经给 呃我们的 客户已经把 这个 订单发出去了哈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好到这一步的话我们整个订单就完成了 然后这边的话 假设说 用户 7天无理由退换货 对不对 他就需要退货了 那就是客户不喜欢退货 好那么他就直接退货了啊 当然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要给他退款啊 如果说 其他没有东西的话 就退款说明这边说一下啊 就是随便说吧 自己找个理由哈 或者是客户什么理由他要退款 对不对 然后到已经退款了 就是也没什么事后了 直接说 王杰 不是 一个 爽快的客户 好 GGYY的客户对吧 OK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变成了 已确认未付款 未发货 因为我们已经 取消这个订单 客户已经取消这个订单 那么 又会重复我们之前的动作 不过这个已经没关系了哈 那我们主要操作的话就是这一个当前操作的这一部分 好 那这就是一个 整个的订单 类表流程 大家自己下单 然后处理一下 当然 自己的话 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选择我们操作的这一些 选择我们操作的这一些 选项 然后这边有个订单查询 就是根据这一些条件去查询呢 我就不讲了 然后这边有个合并订单 合并订单的话是怎么来 怎么来说呢 当然 两个订单不一致 支付方式 以主订单为主 那订单合并的话 我们怎么来合并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找到这一个 订单号 然后再找到这个订单号 现在我们有两个 三个 有三三个商品 我们把这两个订单合成一个订单 我们就第一个 主订单变成我们刚才自己下单的 然后付订单就是 刚才我们随便找了一个 然后点击合并 确定 状态呢 不是未付款 不是未付款 他要两个 相同状态的才能 两个双 相同状态的这个才能 那我们找一个相同状态的 这是这个 对吧 好我们把这两个订单给合并了 合并 未付款 我知道了 他要未付款的才能 未付款的才能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订单 加上我们的 雨缺 这个订单 好大家来看一下 合并之后的一个效果 操作成功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找到的这一个订单 应该是不存在的 看我们这个订单的话 就会已经有两个商品 其实我们是才一个商品的 然后把它订单合并之后呢 变成两 两个商品了 然后让他同一个订单就可以 这边有个什么订单打印 订单打印这个东西 我们是在 这个地方用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些东西 然后点击订单打印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类表 看大家自己有没有用了 然后缺货登记的话 是在哪里呢 缺货登记在 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买 1000个 加入购物车 我们因为没有设置 库存 所以说没有 缺货登记这个概念 大家还记得这个库存吗 购物 应该是基本这个东西 好我们启用库存管理 在这个地方 然后更新一下还存 刷新 然后我们买 1100个 因为我们不足了 所以说建议 就是让我们做一个 发货登记 那这个我应该是没有注册过的 好 那这个我就不操作了 就是大家看到刚才的这一个提示 没有 看到刚才提示 我点击 然后对不起该商品的库存不足 进行一个缺货登记 我们只要确定之后登录就会有个缺货登记的 非常简单的 好这个是我们一个缺货登记 添加订单的话就是 这个样子下一步下一步哈 一般都不会自己去添加订单了 因为这个也没什么用啊 那发货当的话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退货当的话 就比如说你已经生成一个退货当 这边就可以 查看我们一个退货当的一些信息 其实跟我们发货当是一个样子的 没什么没什么用 两个都是一样的 那就发货当和退货当 自己掂量一下 哪一个对自己有用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一节课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订单管理的一个基本操作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操作一下 好感谢大家听讲